你能想象在零下30多度的北极圈骑行露营是什么样的体验 大家好,我是一个追梦人 小时候的我库外自行车 走了,骑到了,妥妥的追风少年 立志长大后有一天能骑着自行车绕地球一圈 后来没想到,一不小心骑了地球两圈 梦想照进现实 曾经的天风夜谈和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而我也希望梦想能变得丰满 希望能把七大洲骑完 不是打卡式的过家家 而是有头有尾的穿越骑行 这其中包括最后一站,南极 而在南极骑行穿越之前 所有的经历我当时给自己的历练 非洲两大沙漠的垂炼 撒哈拉和纳米布 也包括冬季,北极之旅 不管环境多恶劣,条件多艰苦 比积极阳光的心态去面对 把内心的恐惧一点一点地消解 在这趟北极之旅之前 我自费给自己准备了一个零下三十多多的睡袋 黑冰机1300 还有被打劫撕裂过的帐篷 Hillabook 包括不给力的吹具等等 但是所有的准备都递不上心灵的准备 我决心想走这条路 那就悄悄然的出发 不声不响 北极骑行之旅 温度逐渐降低 从零下几度一直到零下三十多度 我透过自己的经历一段一段的展示 骑行录营 加拿大冰天雪地的种种困境 和生存的可能性 早上九点醒来 感受一下这个冰天雪地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 雪茫茫 雪茫茫 风吹草地不见羊 欢迎来到加拿大的冰雪世界 帐篷都有雪咯 昨天晚上又下雪了 点不着呀 玩状态了 点不着 点着了 零下六五度啊 这生个火都不容易啊 这咋整啊 这温度啊 比冰柜里的温度还低 能不结冰吗 这打得开吗 煮了半个小时的水 就这么煮了半杯啊 泡了一杯咖啡 没别的吃的了 吃点咸花饼干嘛 好 哎呀,菜都结冰了,这怎么吃呀,哎呀呀呀,结冰了,结冰了,嗯,来一口冰沙了,嗯, 看着眼前的雪景,哦吼,下雪咯,这么大的雪, 看一下这帐篷,真的是考验它的时候来了,啊,我说昨天晚上为什么那么冷呢,原来是下雪啊, 我的毛巾呢,毛巾都是雪呀,这还能洗脸吗,我主要是拿来擦,啊,擦水袋, 哦,火气还不小呀,看一下这昨天晚上煮的面条啊,刚放的,结写冰块了, 热一下吧,没有菜啊,昨天晚上,昨天晚饭都没吃,昨天晚饭随便吃了点干粮, 就没菜啊,煮米饭就算了,煮点面条吧,好像还有一点肉, 还有点肉啊,今天看能不能路过什么加油站,再备点菜啊,昨天路过的加油站没菜呢, 哦,全是雪啊,下午快一点了,赶紧收拾走人吧, 自行阶段真是雪耶, 哎呀,怎么收拾啊,这么湿,哎,不好收啊,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穴 多面毛巾啊 又洗脸了 又洗脸了 这个帐篷 全洗了 这地精都拔不出来了 过来的个屁啊 总算可以先收了 雪地扎营就是这点不好 收个帐篷湿搭搭的 现在是零下13度啊 下着雪啊 晚上零下20多度 这个已经加厚了衣服 裤子也加厚了 穿了保暖内裤 走吧 主要是呢 你说这下雪没问题啊 关键是它还怎么着 它还刮风 让人受不了了 好像是北风啊 每天洗一点 慢慢的走 这种特殊时期 也不指望能走多快了 走着走着前方没道理呢 天地都疯了 这风吹的还是 这个脸还是蛮难受的 哎呀 走还是不走啊 好冷啊 啊 要不要把那个 鸭帽给戴上 哈哈哈哈 這可以了吧 好天天都累啊 艾斯進過來 看了我大家 時刻 我正在去往北極的路上 疫情當下 呦 在城裡弄得人心慌慌的 那幹嘛要待在城裡啊 還不如以這種方式來 躲避疫情 我知道 沒有人敢這樣做 感覺我自己都不是肉體煩胎了 在躲避疫情的路上 又是在追夢 我要提往北極 我要環球提醒 這是我兒時的夢 疫情也要躲避 夢想也要追逐 加油 哎呦呦呦 我手指快動住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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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哎呦 很嚴重 只是 这就是我在加拿大冬季骑行去北极的日常经历 除了二二两三次能遇到荒野小屋 借树一晚 大部分时间都是露营冰天雪地 我是谁 我是追梦人朱子文 如果你决心想走一条路 没有人可以阻挡 除了你自己 你绝对想不到蕴藏的潜能到底有多大 任何声音干扰不到你 任何标签贴不上你 任何形式和主意左右不了你 祝愿你我 有梦可追 有路可走 不问西东